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人家伦的电视剧 每一部剧情都相差无二 都是苦情难煮 豆瓣平分七点暗分 一人分是两角色 什么成就了人家伦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节目吧 看之前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订阅小编哦 还一提到人家伦的作品呢 古装剧占据了三分之一 而且每一部的剧情都相差无二 都是扮演一个苦情男主和女生爱恨纠葛 那咱们来说说人家伦的木白手 一剧呢在豆瓣的评分呢只有六分 本剧中人家伦一个人饰演了两个角色 前期是可爱单纯的林静 后期是强大黑化的凤月 无论是哪种性格都是甜美的 伦与甜美的张慧文很搭 这部剧呢CP感也很好 大家觉得呢 咱们不得不说的另一部剧呢 就是人家伦的通天敌人家了 人家伦早期的作品之一 这部剧呢 并没有大火 但是却与聂欢结缘说起来 也让人感到诧异 当时人家伦作为男主 聂欢呢 是女恩号的角色 看排名表都是在很后面 才能找到聂欢这个名字的 但是两个人就相爱了 而且人家伦火的第一时间 官宣恋情 不得不说聂欢真的好福气 第三部剧呢 就是他与白露主演的周生如故了 周生如故早就未博鲜火 改编自大IP一生一世美人骨 现在呢这部剧还有现代剧 一生一世来弥补遗憾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作品了 白露因为这部剧大火了一把 两人CP感满满 让剧粉沦陷 这部剧的评分呢 在豆瓣上起点按分 很高的分数了 非常的虐 怎么看都觉得人家伦的所有剧 都是一部比一部还要虐 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大家都挺喜欢这样的虐忌的 四部作品就是人家伦跟谭孙艺主演的锦衣之下了 锦衣之下这部剧呢 是人家伦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 虽然此剧有爆火过 但是因为官宣恋情仪式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 直到锦衣的热播 人家伦才再次凭借演技放红 这的豆瓣评分7.5分的高分 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古装剧了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这些年人家伦都挺火的 人缘也是很好的 就是这部剧呢 人家伦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他的粉丝只是关注他的剧 把现实世界留给了人家伦自己 这剧呢就是他与景田合作的大同荣耀 这也是人家伦众多古装剧中的较为成功的一部 且人家伦是因为这部剧开始大火起来的 可以说是事业上很重要的一部剧了 其中呢人家伦饰演的广平王李畜 霸气中带有呆蒙十分圈粉 与景田所饰演的珍珠之间的爱情 也是感动了很多的人 说了这部剧的评分只有6.9分 说实话这部剧当时与杨幂的三生三世 实力的敖花壮荡了 三生营销了很高的热度 就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部剧还能活起来实属是制作果硬哦 人家伦们觉得呢 其实呢在小编看来呢 人家伦真是一个宝藏的好演员 既是搭档娱乐圈 众多的美女明星也依然对退影状态 被网友称为素人老婆的孽患一心一意 好男人好演员是人家伦了 问题来了 家伦们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认识人家伦的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订阅转发告诉小编哦 那么下期再见了拜拜